中國最近的火災很多 到處起火 我覺得最後中共會死在火裏面 這是為什麼知道嗎? 8341部隊的所謂的迷信說法 83年受命的毛澤東 41年的國家主席 成為8341部隊 然後在香山的選擇時間 只進中南海 其中算命的告訴他說 共產黨用的這個紅旗 東方五星 五星崛起立中共 所有的中國人民就是星星 圍繞著中心 就是黨五星紅旗的設計說 共產黨未來滅亡於水火之中 火先水後 所以是水災年 共產黨很難過去 今年是人一年 是水年 共產黨已經滅亡了 已經變成習家黨了 解放軍已經變成習家軍了 我覺得火和水對共產黨是致命的 因為共產黨的那個紅旗叫水火相沖 一旦紅過 它那個星星是土 黃為星是很小的 咱們的聯邦第一題 水多了 水來土焰 而且49個星形成平衡 只能是相互平衡 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中間一個星是集中平衡 這個星 而是以咱們新中聯邦的人為主了 而且49個星 七七四十九 七七四十九是整個宇宙 宇宙萬物的密碼 很多物質都跟49有關系 所以說它是平衡的 居中的 而且水越多 你的星越穩 水越多 平衡越穩 共產黨的星在一個角上 西北角 西北為淫亂之地 大亂之地 西北角下來是黨 共產黨啊 未來的幾乎它是沒有任何好運了 它已經用完了